今天是二月初三,白天不可睡觉 孙思苗他是最擅长养生的 他的千金月令中说 二月三日不可就眠 意思是说二月三日白天不要睡觉 否则相当于压制了阳气的生发 整个春季容易犯困 甚至还会因为阳气困在体内 成为火热内节反来伤害身体 大家学养生的都知道 阳气对生命有多重要 我们养生养的就是阳气 身体阳气足就像太阳一样给我们温暖 春天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 中午不是睡得越多越好 有些人中午一下子睡了三四个小时 反而是越睡越困了 头昏脑胀昏昏沉沉的越睡越困 而睡半小时的反而是下午精神百倍 神清气爽 这就是因为你的阳气生发无力 生发不好导致的结果 如果你也是这样 教大家两教 一 拍头顶 生发阳气从头开始 趁困的人多拍拍头顶 投为诸阳之会 可以用经络拍对准头顶正中央的位置拍打 一百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大家记着不要重拍 力度适中的轻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就这样拍打一百下 二 多疏头 疏头能刺激头部的经络 疏通气血通达阳气 当我们感觉到春困 感觉烦泪 没精神 头脑不清醒的时候 开始疏头 气血上来了 马上就精神了 我们可以用经络输来输 这个圆润的疏头 输出来很到位 先输中间 疏通都脉 疏一分钟 我们再输两侧的膀胱筋 从前往后脑勺输 疏一分钟 接着我们再输 最外面两侧的膀胱 也是从前往后输 疏一分钟 疏到头皮发热 那就刚刚好了 疏完 你马上就会精神起来 这个疏子或者拍子 你整个春天 或者平时都能用得到 想要的朋友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这里 点头上下面 就有进入的窗口 一点进来 就能看到了